大家都知道 在圈内 裴贞的人气一直不如您 有没有可能 是裴贞方想 故意蹭人的热度 跟您炒CP 来提高自己的人气呢 什么 这位记者朋友 请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言辞 我与裴贞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们从小就认识 他也是一名 非常优秀的演员 请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物 我才不是想的 可思辰又维护我 但是 谁跟你是好朋友 自作多情 关于我去裴贞经纪公司的事情 我是去找他 为了把他带回来 还要找裴贞经纪人 萧年洽谈了一会儿 你别抱我 请不吝点赞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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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厕所吗 你快出去 变态 你不能在这里上厕所的 这儿才是你办事的地方 来 你怕不是个大傻子吧 你丢了我干嘛 走开 你之前主人 没教你怎么用什么纱纱盆吗 你走开 小心我挠你 我臭死我了 四人哥 陪伯的转移手续已经办好了 等所有的基础设施一到位 陪伯就可以回家了 太好了 拜拜 怎么了 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无聊 我觉得你一定喜欢这样 我们家年年最好了 快给我看看 给我带什么了 灯灯灯 小女帮哦 你们俩喝起火来玩我是吧 你家苏苏真是可怜 遇上这么个没担当的渣男 傅思辰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都这么明显了也不承认 她又发实力了 真的很抱歉 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其实是大家误会了 四辰哥哥去裴真公司的那天 我也在场 裴真因为意外 不能参加猛宠向前冲的这档综艺了 那天 四辰哥和我 主要是去洽谈这档综艺的合作 我们真的是单纯的关系 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什么情况 林佑苏这一波发了右衫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四辰哥 林佑苏发了右衫 信的网上全都炸了 说林佑苏被你给公关了 我跟你讲啊 我们这波操作啊 简直满分啊 这就叫做欲盖弥彰 咱们买的水军果然有效啊 现在网上直接都炸了锅了 林小姐果真是阻止多么 那是 放心吧 傅思辰 傅思辰 我们等着瞧 四辰哥 感谢你替我们家陪佩接下这个综艺 沈家主办方那边特别开心 等会儿我到了现场 说还给办一个欢迎仪式 不用这么大费周章 对了 小星姐 你以前 你总是称呼陪真为陪佩 对啊 那为什么每次你见到小猫咪的时候 也会陪被陪陪的骄傲 我这不是毒 毒 毒猫私人嘛 所以 我才喜欢跟他说说悄悄话 对不对 哎呀 好想 这里又变得真是天一风啊 你这么说的话 他确实有点像佩真 甚至啊 我觉得他就是佩真 你发现了 你呀你呀 你怎么回头 怎么了小星姐 没事 没事 她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为什么变得这么紧张 人会变成猫吗 怎么可能 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 来了来了 胡思诚 新人的父母 太美了 我爱你胡思诚好帅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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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愁啊 这 我愁啊